海贼王,和之国之后,梭龙将成为第三皇妇,在他之上仅有两人。 海贼王堪称目前世界漫画史上的巅峰之作,在全世界都拥有著许多的粉丝,作者伟田荣一郎先生也评集着这部作品,成为了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漫画家。 目前海贼王的主线剧情是和之国的大战,为了战胜两位四皇,不仅是陆飞受到了很大的加强,他的皇妇索隆也有了堪比一名船长的实力。 而在和之国之后,索隆也将成为第三皇妇,在他之上仅有两人。 之前还有人总是质疑马尔科的实力,但是和之国的大战小马哥也算封半个是吧,虽然并没有打大boss,但是在打辅助这方面确实是一流的。 从一开始的托住大妈,到后来的用自己的冰眼削弱冰鬼,再到后面把索隆扔到楼顶自己面对两面三灾,都说明这位曾经世界最强海贼团的皇妇实力还是非常强的,目前看起来确实不是卡二,殡之流能够匹敌的。 索隆在鬼岛上空的表现毫不夸张地说就算对比陆飞也完全不虚,他多次救出了自己的船长,甚至一个人抗住了两位四皇的合体大招大海,而且也在凯多的肚子上留下了巨大的伤痕,比起光月绿田的都还要长一些。 要知道这是之前连去销九霞联手都没有完成的事情,而仅凭着面对凯多时的表现,索隆就已经可以超过其他的皇妇了,在这个篇章结束之后,应该能成为第三。 红发海贼团 红发海贼团被称为铁壁海贼团,是赏金最平均的海贼团,而他们的皇副本贝克曼更是被称为双黄,虽然目前还不太清楚他的赏金,但是估计不会低于30亿,毕竟就连近都快20亿了。 虽然现在的锁龙实力已经非常强了,但是个人觉得暂时还是超不过本贝克曼的,毕竟他自己也能算个大人物,在顶上之战一个人就制住了黄元,让他不敢反抗。 说到现在最强的皇妇,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海贼王的副团长冥王雷厉了,他光是名称就能够让海军瑟瑟发抖。 他曾经一个人从香波的群岛游泳到了女儿岛,一路上还顺便在了几个海王类,和黄元两人之间的养生剑法之间的对决也十分的有意思。 虽然雷厉现在已经老了不在巅峰期了,但是作为曾经王的复兽实力又怎么会弱?不过锁龙在最后,我相信也是可以超过雷厉的。 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?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